以西结书第一章 第三十年四月五日 我正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 天开了 我就看见神的意象 那时我是在贝鲁的人中间 当天是约亚金王贝鲁后 第五年四月五日 在迦勒底人的地方 加巴鲁河边 耶和华的话确实临到 布希的儿子以西结祭司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淋到他身上 我光望 看见有狂风从北方刮来 并有一块闪耀着火焰的很大的云 云的周围有光芒 在云中的火焰里 好像有发光的金属 在火中又有四个火物的形状 他们的样子是这样 他们都有人的形状 他们各有四个脸孔 四个翅膀 他们的腿是直的 脚掌像牛犊的蹄 都很灿烂 像擦亮了的铜 在他们四边的翅膀下 都有人的手 他们四个火物的脸孔 和翅膀是这样的 他们的翅膀互相接触 走动的时候不必转身 都是朝着脸孔的方向行走 至于他们脸孔的形状 四个火物都各有一个人的脸孔 在右边各有一个狮子的脸孔 在左边各有一个牛的脸孔 此外各有一个鹰的脸孔 他们的脸孔就是这样 他们向上展开翅膀 各自用两个翅膀互相接触 用两个翅膀遮蔽身体 他们都是朝着脸孔的方向行走 灵往哪里去 他们就往那里去 他们走动的时候都不必转身 至于四个火物的形状 样子像烧着的火炭 又像火把 火在四火物中间到处闪耀 这火很明亮 有闪电从火中发出 四个火物往来奔走 好像闪电 我观看那些火物的时候 看见四个火物的旁边 都有一个触地的轮子 四个轮子的样子 与构造都是一个形状 它们好像闪耀的水仓域 又好像轮子套着轮子 轮子可以向四方移动 移动的时候不必转向 轮网很高 十分可畏 四个轮网都布满了眼睛 火物走动的时候 它们旁边的轮子也随着移动 火物从地上升起的时候 轮子也随着升起 灵往哪里去 火物就往那里去 轮子也随着它们升起 因为火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 火物走动 轮子也随着移动 火物站着不动 轮子也不动 火物从地上升起 轮子也随着升起 因为火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 在火物的头顶上面 有穷仓的形状 好像闪耀的水晶 十分可畏 在火物的头顶上面张开 在穷仓下面 火物的翅膀伸直张开 互相接触 各自用两个翅膀遮蔽身体 火物走动的时候 我听见它们翅膀的响声 像洪水的声音 也像全能者的声音 又像军队喧嚷的声音 它们站着不动的时候 翅膀就垂下来 有声音从它们头顶上面的穷仓发出来 它们站着不动的时候 翅膀就垂下来 在它们头顶的穷仓上面 有宝座的形状 好像蓝宝石的样子 在宝座上面 有一个样子像人的形象 我看见在那仿佛是它腰部以上 好像闪耀的金属 又好像有火四面包围 在那仿佛是它腰部以下 我又看见好像有火 光芒环绕着它 下雨的日子 云中彩虹的样子怎样 环绕它的光芒的样子也怎样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的样子 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上 跟着听见有说话的声音 有点东西 我应该是那个 我以为你会看到独播与立场 我以为你误伏在 Raven